大家好,我是老高 本期咱们来折腾下 铁威马F8 SSD Plus全闪NAS 机器的配置刚才官宣片中介绍了 这里不再赘述 首先我们开个箱 8盘位全闪NAS 万兆网口 静音 TOS6等几大特点 看一下配件 M2盘备用固定螺丝两个 螺丝刀一把 电源12V 6A72W 6类成品网线一条 橡胶圈一包 用来固定NVMe SSD散热片 导致电一包 给8根M2使用的 这一盒散热片看上去像蛋霞一样 虽然安装形式比较原始 但是散热片的质地和做工 远不是几块钱的 某薄某些货能比的 打开内保护袋 电源重约276.2克 加线335.2克 本体重约665克 电源宽约4.9厘米 长约11.3厘米 厚约3.55厘米 机器宽约14厘米 厚约6厘米 长约17厘米 整体像一本词典差不多 脚垫厚约7毫米 看一下外观 主体中间是铁维码的logo 高亮的 外壳塑料磨砂工艺 不一流指纹 顶部是散热格栅 与底板通透 便于散热 配合底部两个小风扇 两个长条形的7毫米高的脚垫 抬高底板 留下充足的进风空间 把凉空气从底部吹入 热空气从顶部吹出 Io侧只有一个固定螺丝 过后我们拆开看一下 看一下接口 一个USB-C口 两个A口 全部都是3.2G2 10Gbps 一个万兆网卡 马威尔113方案 HDMI 2.0 PC电源输入口 Reset重置 快拆螺丝一枚 24小时快速服务指南 这是刚才看到的底部小风扇两个 尺寸4厘米 顶部电源开关按键 手感适中 线板开拆 拧掉快拆螺丝 推动底板就可以取出主板了 拆开那是相当方便 看一下主板设计微整 散热片有考虑到风道走向 正反面各4个M2槽位 并不是转据板的形式 好评 内存来自铁微码定制 DT254800MHz笔记本内存16GB EC管理芯片来自IT8613E 小伙伴们比较熟悉了 华邦SOP8封装16MbDOS芯片 绿域5432USB3.2 振2 HUB极限控制器芯片 奥拉5426A 时钟控制器缓冲芯片 可以看到 内置了一个小U盘 里面存储着铁微码的系统TOS 这里有一个网卡空焊盘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双万兆网口的机型 那就YYDS了 小伙伴们都知道 Other Lake N系列低功耗处理器 PCIe通道一共有9条 盲猜这87654个M2盘 是外挂了桥片扩展出来的 而1234这4个盘应该是独享PCIe通道 一会我们进软件来看一下 三软片下应该是躺着N305处理器 马威尔113C按照网卡还有PCIe桥片 为了测试烤机数据更准确 我们就不拆散热片不动散热硅脂了 下面我们找几块闲置的M2 SSD装一下 整理一下弹药 我们给它装上 先装上内存条 我们选1到4号4个M2盘位 然后整理一下 这样看还是比较整齐的 如果能四条一模一样的条子 那就更亮了 把主板装回机壳里 注意对准Io接口 拧上固定螺丝 完工 下面看一下电源 电源有节能模式 稍等一会儿 空载功耗约0瓦 空载电压约12.2V标准 且稳定 没有频繁大幅度调变 下面CPU-Z跑下分 单核342.8多核2684.7 实在内存的测试 室温24度的环境下满载读写 内存最高48.8度 看一下M2插槽速度是PCIe3.0乘1的 我这块盘里的数据比较多 如果是剩余空间比较大的盘的话 速度应该能上900兆B每秒 之前看有的博主在视频中抱怨 铁微码都万兆全闪NAS了 不给配40Gbps或者20Gbps的C口 简单补充一下 作为高速的USB-C 普通的USB除外 别管是USB-4 雷电USB-3.1 3.2 这几种C口 主控芯片 它都是要占用PCIe通道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台机器的PCIe通道划分 首先USB Type-C 3.2-Z2 需要占用一条 万兆网卡 马威尔113C 一个网口 需要占用两条 4条M2 每个占用一条 共占用4条通道 这就是占了7条了 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详细的桥片 转接出来8条通道 共享两条上游的通道带宽 这一共9条全部占满 所以那些梦想着 Intel Outer Lake N系列低功耗处理器 还要20或者40Gbps 高速USB-C口的小伙伴们 可以醒醒了 下面我们A的64 单烤FPU100 环境温度24度 环境噪音约30分贝 待机噪音贴脸约36分贝 不含硬盘的待机功耗约16瓦 烤机满载30分钟 贴脸约48分贝 距离30厘米约34分贝 干净的一批 烤机时顶部散热孔约最高37-8度 烤机满载时电源的温度约42度 铁维码F8 SSD Plus N305 在Windows 10下单烤FPU30分贝总 CPU待机约46度烤机开始时 CPU TDP20瓦最高96度 毕竟是被动散热 在20秒瞻男人后降低到15瓦TDP 稳定输出烤机30分钟 平均温度在72度左右 8核全核维持在2.2-2.3GHz 待机定功耗和静音达成 烤机开始前20秒左右出现过热降频 被动散热在TDP15瓦下没有问题 后面考验详情部分加速播放 需要的小伙伴点击暂停查看 下面我们接上显示器键鼠 为了给小伙伴展示下引导启动过程 看引导的过程 盲猜系统为AVM深度定制的 好,TOS6启动完成 我们看一下 初始化界面上面显示TNAS的IP地址 以及兼容的硬盘列表 支持的硬盘产品信息非常多 这是加速播放 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描述栏 需要的小伙伴自取 点击开始 系统会提示自动进行初始化 如果我们点立即开始或者倒计时结束后 它将进入自动的流程 否则我们点ESC 可以手动来初始化 加载Bootloader 建议用推荐设置在线下载 这里看到一共有三块硬盘 本来我差了四块 其中有一块不兼容 这里提示系统可以安装到两块硬盘上 这老高选择其中一块作为一个演示吧 比如我选了悉数的这款 点击下一步 系统提示 此硬盘将为初始化所有数据会被删除 确认之后 选择加载TOS安装包 推荐使用在线下载 然后等待下载完成 TNAS系统重启 倒计时接触后进入系统 同意协议 设置超级用户名和密码 设置密保邮箱 并输入验证码后确定 进入系统后 侧边有概况 可以显示各部件的运行状况 右上角有看板设置 可以设置显示什么内容 旁边有按钮可以进入总览 详细显示各硬件运行状况 以及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CPU内存 以及网卡流量等的情况 左边栏系统中可以检查 系统的版本以及更新系统 可以选择手动或者是在线自动 我们挑几个常用的说一下 比如端口本台NAS开放了什么端口 在网络中可以看到 TNAS的访问设置 http和https的端口号 在接口中可以看到网卡的信息 这显示 目前的协商速率是万兆 然后打开控制面板 存储管理券 创建券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安装的三块NVM的硬盘 这类类型可以选单盘或者是TRAID模式 那什么是TRAID 我们点击这儿可以看详情 简单来说 TRAID通过RAID5和RAID1混搭 提高硬盘的使用率 节省硬盘空间 同时还能使用硬盘故障容与保护功能 关旁还有TRAID容量计算器 可以方便的计算几块硬盘 组TRAID之后可用的硬盘空间是多少 这里我们选一块硬盘 使用单盘模式 简单的体验下TOS6 文件系统有BTRFS和EX-T4 两种可选 BTRFS比较新 在做普通存储功能时比较稳定 主要是可以使用快照备份等功能 但是追求稳定的小伙伴 推荐使用EX-T4格式 一是非常成熟稳定 二是通用性好 比如当系统出现问题时 只要硬盘是好的 有很大概率可以在其他机器上 将原始的数据读取出来 以备不测 一路下一步直至完成 在初始化的流程末尾 有安全顾问自动扫描 会将有问题或者是高风险的情况列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风险的列表 逐一排查或者是修改 将风险漏洞加以避免 在文件服务里面打开SMB 以及对MacOS的支持 另外还有对FTP NFS WebDev等常用服务的支持 在终端里面打开SSH 平时如果用不到SSH的话 建议还是把它关上 这样比较安全 我们使用适用工具登录 输入UNAME-A 看一下内核 可以看到内核为TNAS定制6.1.5800 对Intel11代机以上的核显可以支持 限于视频市场 相关UPNP 远程访问 DNS 共享文件夹设置 全线管理 备份等等 就不一一展示了 可以看老高往期 铁威马F4-424的视频中 均有演示 下面单盘上传下载速度测试 首先插在2.5G交换机上 速度可以刨满280Mbps每秒 再换万兆交换机 下载速度可以到平均800多兆币每秒 然后再看一下上传 可以到1GB每秒左右 下面我们简单体验一下 安比和Jellifin的硬解砖码 首先安装应用 安比使用应用中心的内置版本 Jellifin使用NDA的Docker版 虽然很久没更新了 不过效果还是刚刚的 相关安比和Jellifin的安装部署 以及硬解转码的详细设置 可以看往期视频 先看安比和之前测试的424一样 需要把解码器设置为VAAPI优先 QSV在它上面暂时无法应解 安比一如既往的对Intel家的火显特别照顾 GPU的占用率暂时看不到 可以参考CPU占用率以及安比播放页面的 硬解图标来判断 硬解转码正常 原片36Mbps下 播放帧率为25fps CPU占用率大概20%到21%左右 设备温度约46度 CPU约64度左右 测试的西部数据SN850属于比较热的盘 能控制在38度相当优秀 风扇转速1900转左右 很安静 下面是Jellifin的安装 我们以NDA的版本A力点击启动容器 注意这里一定要勾选启用高级权线容器 否则硬解转码失败 无法调用解码器 点击下一步进入文件夹的映射 点击添加 然后在文件管理中分别建立Jellifin文件夹 以及子文件夹 CacheConfig 用来存放缓存和配置文件 注意权限一定是读写 不能使用只读权限 否则就像有的小伙伴问我 为什么每次Jellifin重启后 配置都丢失 无法保存配置 那是因为配置文件没有写入权限 所以无法保存设置 宿主机的目录和映射目录对应的关系如上 注意是读写权限 随后我们把媒体文件夹 映射目录到容器目录的media中 文件夹映射完成 注意文件夹的读写权限 不少小伙伴遇到各种问题 很多情况是写入权限的问题 在设置完端口后 一路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 安装完成后 我们打开Jellifin进行初始化设置 小伙伴们比较熟悉了 这直接加速了 Jellifin作为免费开源优秀的媒体管理服务 不时朗德虚名 尤其经过N大优化加持驱动下 播放同一个片源同样的码率36Mbps下 播放帧率40fps左右 CPU占用率只有4%左右 设备温度47 CPU56度 比安比下要高效得多 顺便用Docker装个LibreSpeed 跑下万兆网口的速度 iProv3就不拍了 马威尔113C的成绩 以往视频做过多次 Web端的下载速度 9553兆bit每秒 上传 9848兆bit每秒 均可以跑满万兆 总结下 铁维码F8 SSD Plus NAS网络存储服务器 适合对NAS性能有高需求的 如影视视频后期制作团队 可实现在线剪辑编辑视频 同时体积小巧 设计新颖美观大方 2.N系列处理器兼顾性能和低功耗 3.支持8条M2盘 万兆网口 易拆的机壳 拆装M2盘方面 4.优化风道 散热不错 静音 5.深度开发的TOS6系统正式版 从功能到稳定性上 都有提高交互舒服应用 6.多重安全以及备份方式 数据与隐私无忧 7.跟随主流的系统内核 应用商店软件丰富 同时支持社区多种的第三方软件 把完善的售后支持 包括论坛 24小时快速服务 以及两年的售后质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您的关注订阅 点赞收藏转发 是对老高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到最后的重点 我帮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